我現在就是回四字樓 一個月只有一個萬多元 很貴窮 扣了每個月交了水電煤 差不多沒有了二三千元 先做職姐 但那份工作不是你喜歡做 你喜歡做才叫聖職 你喜歡的聖職才叫聖職 你不喜歡的聖職就是小提大做 明白嗎? 何謂小提大做呢? 在這裏解釋一下 即是你本身的職位很低 但老闆又讓你做一些你能力以外的工作 你的等級是在這裏 你的名字很小 所以就是小提大做 但老闆馬上升到你這麼高的職位 所以你就要用這個能力去做這麼高的職位 所以就是小提大做 你的能力和你的等級是不符的 你的名字這麼小 但你要做這麼高的職位 就是要小提大做 就很委屈 你的能力這麼低 但你又要升到這麼高 小提大做是科舉的習慣用語 這是舊詞生意啊明明啊 現在我是在演繹另一個解釋 你還用古代的解釋 當然不合時意啊 所以我這個舊詞生意才對的 這個才是小提大做的真正意思 不是 今年意思2022年 這個意思是我演繹出來的 你的能力和你的東西 你爸爸跟著來 我不是說得有誤公司 你愛你們 那你不懂的 你愛你